最安全的人也许是最危险的人 请听恐怖小说《这号楼保安》 作者周德东 由赵琳演播 第一集 我新买的房子 在这一集 在北京郊区回龙镇王爷花园 这号楼一门101市 这里远离闹市 空气好极了 下集 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虫子在爬 在飞 其中包括蚊子 我像爱女人一样 爱着他们 这里的人很少 偶尔有人领着孩子 盘山学步 或者牵着宠物狗溜达 涌到两旁是整齐的草坪和花圃 住宿宿是一个人工湖 有喷泉 中日闻水声 这里的天特别蓝 我经常坐在小院里看天 那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小院围着木树树 有一次一只蚂蚱竟然跳在了我的脚上 它受伤了 它那双健美的腿断了一条 我小心地把它拿起来 放到院子外的草坪里 当时有两只鸟 站在木栅栏上 咯咯地叫 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 也没有人知道 我这个新居的电话 我想让我的家变得封闭起来 不受外界一丝一毫干扰 我家的窗子上 没有安防到的铁栏杆 那东西不属于童话中的生活 这里白天宁静得和夜晚一样 而夜里却有些吵 那是蟋蟀的声音 住宅区的路灯 是传统灯笼的形状 灯光淡淡的 很安详 很温和 它们亮起来的时候 旁边的草木 就变得更加深邃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感到越来越不安全了 我曾认真查找 这种感觉的根源 却一无所获 天还是那么蓝 水声还是那么响 蟋蟀们还是那么赖皮 但是我清晰地感到 正有一种巨大的危险潜伏着 正像藏在宁静湖水里的 一条鳄鱼 它一动不动 像一块斑驳地畸形的石头 但是 它的阴谋和眼珠一起 缓缓地转动 它的心脏 保持着怠速 而我不知不觉 我的脚板 在离它咫尺远的地方 悠闲地走动着 这到底是怎么了 每天日出日落 我照常上班下班 为生存奔波 可每次一进入王爷花园的大门 那种可怕的感觉 就悄然爬上我的心头 那天 我开车到家门口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 跳到我的车前 我赶紧刹车 正巧 这一段的路灯坏了 还没有修好 黑乎乎的 我打了个冷战 我从车窗探出头 看见是一个保安 专门负责 这号楼安全的 夜班保安 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 红帽子 红肩章 红腰带 他说 先生 您不能再朝前走了 这里是人行道 请把车 停到停车场去 拐个弯 费不了您两分钟的时间 我有点恼怒 大声的对他说 下次你不要站在我的车前 跟我说话 他看了看我的眼睛 说道 好的 我下次 站在路边 但他并不老实 又补了一句 您下次 也不许再从这里走了 我恨恨的一转方向盘 开向了停车场 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这些保安 大多是临时招聘来的外地人 我估计 物业公司 对他们的了解 也只是一张身份证而已 而现在 假正遍地 可以说 没有人真正了解 这些保安的底细 他是众多保安中的一个 他管这号楼 我就叫他 保安J 他和其他保安 穿一样的制服 只是 他好像比他们 邋遢一些 其实 他的衣服并不脏 我想 我之所以觉得 他有点脏 是因为 他的牙 又黑又黄 但是 我注意到 他的手很白 像女人的手 那件事之后 我莫名其妙地 感到我和他结仇了 其实没什么 他在工作 阻止车辆 驶入住宅区人行道 以前物业公司并不管这事 大家经常把车 开到自己的楼下 看来 一定是有了新规定 可能是他阻止过很多人 可能很多人 都对他发过脾气 他不会在意 可是我还是坚定地认为 我和他结了仇 至少 我已经在心里 记恨他了 其实我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跟人打交道 总是退一步 海阔天空 不知道为什么 我偏偏记这个保安的仇了 他说 您下次再不许 从这里走了 我觉得 他在有意和我作对 这天晚上 吃过饭 我和太太 在住宅区里散步 说着 与工作无关的话 凉风软软地吹着 天上的月亮 凉凉的 记得 咱们原来租房的那些日子吗 当然记得 三天两头搬家 嗨 不愿意再想了 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啊 就是什么时候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你怎么了 想什么呢 太太问我 我说 没什么 我一直在听 我和太太的脚步声 我又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 我觉得不仅仅是 我们两个人在走 我是军人出身 经过那种训练的人 步伐 总是和同行的人 保持一致 我听见 我们的脚步声里 好像夹杂着 另一个人的脚步声 很轻 像猫一样收敛 我回头看了看 后面 是一条石板涌道 两边是草 路灯 悠悠地亮着 前面我说过 路灯一亮起来 那草木 就变得更深邃 此言极实 太太说 女人要求高 是针对 那种物质关系的男人 女人对她所爱的人 其实 要求最低 她只要一种安全感 我又朝后面看了看 男人之所以 时刻没有安全感 就是为了让女人 时刻有安全感 太太问我 你鬼头鬼脑 看什么呢 你帮我看看 我脖子后面 有没有虫子 太太 在我脖子后面 拍了拍说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和她 继续走着 太太又说 咱把儿子 接回来吧 嗯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呀 我根本没有听见 太太说什么 因为 我又听见了 那脚步声 比刚才 还清 像梦一样 我猛地一回头 果然看见了一个人 是那个 保安J 蓝色制服 红帽子 红肩章 红腰带 这次 她没有躲避 她慢悠悠地 走在我们的后面 眼睛看着我 我怀疑 我没回头的时候 她 一直盯着我太太的腿 我太太 穿着一个大裤衩 露出两条 白皙的长腿 她的腿很美 连我自己都想看 太太好像察觉了什么 也回过头来 她看了那个保安一眼 又把头转过来 继续说 儿子 去她奶奶家 有半年了吧 都把我想死了 你不想吗 我没有心情谈思念 我有些愤怒 但是我说不出口 她是保安 她在巡查 这是她的工作 这天半夜 我被什么声音弄醒了 仔细听 不是蟋蟀 也不是青蛙 好像是猫的叫声 猫是抓老鼠的 老鼠在夜里出现 它没有脚步声 也不咳嗽 老鼠偷粮食 咬衣物 还钻进人的被窝里 吓人 你感到被窝里 有个毛哄哄的东西 很凉 很滑 你一抓 只摸到一根长长的尾巴 就什么都没有了 由此 我们可以断定 老鼠是阴坏的东西 我们看不见它 因为它总是出现在 我们梦的外面 那时候 我们是虚幻的 它却是真实的 老鼠跑得像220伏电一样快 人类的速度远远没有它快 于是它胜利了 它不绝种 就是胜利了 那么猫 就是绝好的东西 最安全的人 也许是最危险的人 请听恐怖小说 这号楼保安 作者周德东 由赵琳演播 第二集 我们都不强大 我们都依赖正义 赞美就是依赖 既然猫是好动物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害怕猫 是怕它的眼睛吗 猫即使密封着眼睛晒太阳 也处于备战状态 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确实有些邪恶 可老鼠更邪恶 以毒攻毒 那么 是害怕猫的爪子吗 猫的爪子确实有血腥气 可那是武器 任何的武器都不善良 我觉得 大家怕猫是因为它半夜的叫声 一个人突然发出某种动物的叫声 那不可怕 假如某种动物突然发出人的叫声 那就可怕了 那猫叫太像小孩哭了 我竖起耳朵听 刮疯了 我听不太清楚 太太睡熟了 外面没有月亮 它隐隐在黑暗中 我看不见太太的睡态 只能听见它轻微的憨声 和偶尔的磨牙声 我越来越觉得 那声音不对头 也许 那是小孩的苦声 不过是很像猫叫 我哆嗦起来 怎么都止不住 刚才是谁说 人发出动物的声音 就不可怕了 我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叫醒太太的 我不想让她看见我哆嗦 我披衣起床 站到卧室的窗前 那哭声好像不在这个方向 我捏手捏脚地走出卧室 想到另外的房间听听 我家的客厅很大 只有臃肿的沙发和瘦小的茶几 显得有点空荡荡的 新买的那个饮水机 站在客厅一角 模模糊糊地看着我 灯一关掉 我就觉得那个饮水机在看我 我很疑惑 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饮水机比我粗一点 矮一点 它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没有嘴 它只不过是一台南方某厂生产的机器 有凉水 有热水 公主人随时选择 我三十五虚岁了 过去我总是不成熟地说 我已经成熟了 而现在我不再说 这个年龄的眼睛 像X射线 看穿了红尘一切 已经看到了人的骨头 那还有什么隐秘吗 没隐秘 那有什么可怕的吗 其实 人心不叵测 美好 看得一清二楚 险恶 也看得一清二楚 就是那样子了 这时候 人不可怕了 我突然对那个饮水机 充满了恐惧 这是人类精神 对物质的恐惧 我觉得 他 才是真正的叵测 我不看饮水机 穿过客厅 走进厨房 扶在窗子上听 那声音 好像又跑到了另一个方向 我立即来到了儿童房 可是还不对 我又来到了通向小院的落地门前 风从门缝挤进来 像口哨 这时候 那哭声 似乎更远了 断断续续 我甚至检查了 卫生间和厨房 最后 我走过那个饮水机 回到卧室 当我刚刚轻轻推开卧室的门 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 是太太 我说 是我 哎呀 你吓死我了 哎 你也把我吓了一跳 哎 你有没有听见 听见了 太太 一下就抱紧了我 我害怕 可能是猫 我听着不像猫 那能是什么 我哪知道 我搂着太太 继续听那古怪的哭声 天亮 还很遥远 那声音 越来越飘渺了 或者说 风越来越大了 我希望那哭声 越来越近 它如果就这样 不明不白的消失了 我的心 放哪呢 那声音 不管你把心放在哪 哪怕你天天 拿在手里去上班 那个声音 也渐渐的消音了 太太小声的说 没有了 我说 没有了 日子 一天天的过去 住宅区里的人 还是很少 到了晚上 一幢楼房 没有几个窗子亮灯 涌道上 还有人领孩子 蹒跚学步 还有人牵着宠物狗溜达 两旁的草坪 一直没有长高 因为工人 不停地用割草机 给他剃头 那些工人的表情 总是恶狠狠的 其实 没有人欠他们的钱 反而是他们 欠着别人的钱 喷泉 还在没完没了地喷 我感到 那好像是一种排泄 前面 我提到的那两只鸟 经常落在 我家的木栅栏上 咯咯叫着 我一直不知道 它们是不是鸟 因为 它们长得太大了 都有些像鸡了 或者说 经常有两只鸡 落在我家的木栅栏上 还是没有人 知道我住在这里 也没有人知道 我这个新居的电话 我忽然感到 这是一件 很危险的事情 至此 我坚持认为 窗子上没有 按铁栏杆 是正确的 这样 所有的窗子 都是逃路 否则 房子就成了笼子 我不认为 房盗门 可以阻挡一切 一天半夜 又刮风了 那哭声 又出现了 好像 是被风刮来的 当时 太太睡着了 我没睡 我说过 我时刻没有安全感 就是为了让太太 时刻有安全感 太太在梦中抱着我 这天夜里 有月亮 我看见 她睡得一点也不安详 皱着霉 那声音 断断续续的 飘过来 我轻轻的 推开太太 轻轻的下了床 轻轻开了门 轻轻的 来到外面 风朝我扑过来 我全身一下就冷透了 我分辨着 那声音的来源 可是 她忽东忽西 忽南忽北 一点都不固定 最后 我甚至觉得 她来自地下 我有些慌张了 难道 她在水泥地面之下 我观察了一下四周 眼睛盯住了旁边的一个 黑乎乎的门洞 从那个门洞走进去 是一条长长的坡道 顺着它 可以走进地下室 那是自行车停放处 没有人看管 那地下室 其实就在我家的下面 王爷花园 离市中心很远 房主 大多有轿车 自行车 寥寥无几 在这里 他们的功能 是锻炼身体 并不是交通工具 因此地下室 就显得很空旷 我对地下室 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可能全中国的人都这样 一走进地下室 我就会想到坟墓 因为它没有窗户 我喜欢高处 哪怕风大一些 但是太高也不行 让我住一百层高楼 我肯定不去 哪怕那套房子是白给的 哪怕它的地段在华尔街 哪怕它再搭配一个印度女仆 只有平地最安全 因此买房时 我选了一层 现在有哭声 从地下室传出来 我知道 它是专门给我听的 我必须去看看虚实 我的胆子并不大 但是我有一个特点 遇见什么可怕的事 都不会跑 我一定要摸清它 于是我朝着地下室 慢慢走去 路很黑 借着外面的路灯光 我看见自己长长的影子 投在那条长长的坡道上 我走在自己的影子上 渐渐闻到一股潮湿之气 这个地下室 设计有问题 一下雨 水就躺进来了 都积在了地下室里 那哭声越来越真切 我断定 就在这个地下室里 我终于接近了地下室 心跳得越来越快 那声音突然没有了 接着我看见有一个人 从地下室冒出来 最安全的人 也许是最危险的人 请听恐怖小说 这号楼保安 作者周德东 由赵琳演播 第三集 接着我看见有一个人 从地下室冒出来 蓝色的制服 红帽子 红肩章 红腰带 是他 保安J 我的脑袋 一下就大了 刚才谁说 人没什么可怕的 饮水机才可怕 保安J 慢腾腾地走上来 他深更半夜 跑到我家地下 干什么呢 我停了下来 压制着狂跳的心 外墙中肝地喝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保安J 看着我的眼睛 半上才说 你来这里干什么 是的 他是保安 他是负责 J号楼安全的保安 他深更半夜 到地下巡查 是正当的 甚至可以说 很尽职尽责 他似乎 更有理由质问我 你是干什么的 他又问了我一句 这一句 就把性质改变了 我相信 他认识我 我是他的仇人 他不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 他装作不认识我 于是我成了可疑的人 但是我还必须得辩解 我换了一种口气说 我是101的房主 他继续问我 你怎么不睡觉 我听见地下室好像有动静 我来看看 我刚从那里面出来 我怎么没听到啊 你做梦了 保安这说完 慢吞吞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走到了地面上 走进了风中 我再看那地下室 黑黑的 真的像是墓穴 我悄悄地溜回家 太太又惊叫了一声 只要我不在他身边 他就会醒 不知道这是第几感觉 太太颤颤地小声问 你干什么去了 哦 我去卫生间了 太太惊恐地看着我说 你为什么要骗我 怎么了 我刚才去卫生间找过你 哦 我去地下室了 什么 你深更半夜 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看见了一个小偷 偷自行车的 啊 是的 跑了 你这个傻子 万一他捅你一刀呢 又没有咱们家的自行车 谁家的丈夫 在他太太心中 都比别人家的自行车值钱 世人啊 原谅他吧 我就躺下了 太太好像怕我再离开似的 紧紧抱住我 我回想那个保安阶 心里越来越不安 此时他正在风中游荡 人们都进入了梦乡 只有他不睡觉 他没有脚步绳 也不咳嗽 他游荡在人们梦的外面 他随时都可能 趴在我家的窗户上 寻找一个漏洞 或者是他自己制造一个漏洞 小小的 足够了 然后静静的观看着 熟睡的我 和熟睡的太太 天亮了 天还是那么蓝 草坪和花圃都湿漉漉的 那是露水 有一两个老人在沉练 很静 只有太阳升起的声音 树木生懒腰的声音 鸟儿扑翅的声音 我开车出了王爷花园 我似乎忘了昨夜的恐惧 想着今天的谈判 我要跟一个出版人 就是书商 谈价钱 这是大事 我在心里想着技巧 怎样套更多的钱 有一个苍老的女人 她的头发很脏 牙齿又黄又黑 她推着平板车 在王爷花园大门外 朝里面张望 她是捡破烂的 物业公司不允许这些人 进入住宅区 这是对的 这些人明着捡 按着偷 如果不阻拦 那我们房主太不放心了 有一次 这个捡破烂的女人 溜进了住宅区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一条旧裤子 不知道从谁家的阳台上 被风刮下来的 掉在地上 她被保安追得 劈头散发的乱跑 跑得像220伏电一样快 平板车上 还坐着一个小女孩 大约三四岁的样子 专心致志地啃一个面饼子 不知她是那女人的女儿 还是那女人的孙女 因为我判断不出 那女人的年龄 有时候 王爷花园的工人 推着清洁车走过来 会给她一些破烂 和她一样 那些工人 也是穷人 互相帮一下 我儿子三岁半 叫红灯 我小时候 也叫红灯 她最近 一直在东北奶奶家 我和太太 都太忙了 顾不上照顾她 可是 太太想她想得不行 我只好 飞回东北 把她空运回来 一路上 她都在给我讲 武松打虎的故事 我那可爱的母亲 只会讲这一个故事 根本不像一个作家的母亲 算了 我不替她的名了 我儿子说 武松在景阳港内嘎的 喝完第二碗酒 把嘴巴子一抹 对殿小二说 再来一碗 殿小二忙说 客官 您不能再喝了 武松大怒 你少磨叽 快拿酒来 这才半年 红灯的儿子红灯 已经满嘴东北画了 儿子到家后 太太一周没上班 专门陪她玩 几乎把北京好玩的地方 都玩变了 有一天 我和太太 带儿子吃饭回家 把车停好 抬头又看见那两只很大的鸟 落在我家的木栅栏上 咯咯地叫 儿子说 他们找不到妈妈了 我说 我说 红灯啊 假如你找不到妈妈 怎么办啊 儿子说 我找警察叔叔呀 太太满意地说 真聪明 拐过墙角 我在暗门 我在暗门 我在暗门中 看见了那个保安队 他正蹲在地上 和一个孩子说着什么 他的手 抚摸着那个孩子的脸蛋 我和他离得很远 但是他抬头看见了我 他就一直那样看着我 一动不动 像蜥蜴 儿子指着他 兴高采烈地说 看 警察叔叔 太太 把儿子抱起来 小声地说 他是保安 妈妈 保安是干什么的 儿子觉得 这个世界很复杂 太太说 保安 是保护我们家安全的人 那 妈妈 我要是找不到妈妈 也可以找她帮忙了 可以吧 太太 不太坚定地说 这天 我刚走到家门口 就看见 这号楼二门前 站着几个人 好像出什么事了 有一个打扮得 荣华富贵的年轻女人 焦急地说 哎呀 刚才 她还在这楼下坐着呢 一个遛狗的老太太 再问她 那你到 喷泉那里找了吗 年轻女人说 我找了 四周都找了 可是没有 他们旁边 还有两个清洁工 其中一个说 我一直在这里 我一直在这里扫地 没看见有人呢 年轻女人大声地喊 保安 保安 我走过去问了问 原来是年轻女人的父亲不见了 那个老头有痴呆症 她半个小时前下楼来 现在竟然不见了 一个白班保安跑了过来 她问清了情况 立即协助年轻女人寻找那失踪的老头 可是终于没有找到 偷一个痴呆老头有什么用呢 多半是她自己走失了 可怕的是 大约一个月以后 那个年轻女人的儿子也失踪了 当时我和太太领着红灯 正坐在湖畔看喷泉 那女人急急地奔跑过来 她的眼里燃着火 发疯地奔向了我儿子 终于发现不对 就嘶哑地问我和太太 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孩子 我摇了摇头 她立即跑过去了 女人背后的裙带掉了下来 长长地拖在地上 她跑 那裙带就在她身后跳 太太惊恐地说 她儿子不见了 同时她下意识地把红灯搂紧了 最安全的人 也许是最危险的人 请听恐怖小说 这号楼保安 作者周德东 由赵琳演播 第四集 接着一群红帽子跑过来 锋芒火急地跑过去 大家都在搜寻 我的眼前浮现出保安J 和那孩子说话的情景 他用手抚摸着那孩子的脸蛋 半夜里 又刮风了 我睡不着 等待那哭声 他像早晨公鸡打鸣一样准 果然又想了起来 这次更真切 就飘忽在我家窗外 我是男人 是大人 是了不起的人 我应该走出去 可是了不起的人 全身像棉花一样软 站不起来了 窗边是一个落地灯 我把它当支柱 扶着它站起来 又把插销拔掉 端着它朝外走 兵器不论长短 那是说会舞的人 我避开了很多弯路 静止出门 朝地下室走去 我像醉了酒一般 觉得这个世界轻飘飘的 玄乎乎的 不再确实 我像端着枪一样 端着那杆落地灯 顺着那条长长的坡道 头重脚轻地走下去 接近地下室的时候 我已经确认 那是一个大人在哭 只不过 他伪装成了孩子的声音 我马上猜想到 是他 那个和我结仇的人 王爷花园 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有保安护卫 现在他值班 半夜的时候 保安部头目经常查岗 假如他不在这号楼附近走动 那就会挨骂 保安的制度很严格 那头目对房主客客气气 可是对保安 却十分凶狠 一次 我看见他们进行半军事化训练 一个保安出了错 被那头目用皮带抽 天很热 制服很薄 我听见那皮带 打在皮肉上 就像打在装粮食的麻袋上 声音扑扑的响 那个出错的保安 果然和饱满的麻袋一样肥瘦 他挨打的表情也和麻袋一样 其他保安 像逃票的观众张大嘴巴看 一动也不敢动 当时 我感觉那头目的神态 更像一个痞子 保安这 为什么哭呢 我想 他不敢睡觉 他是报复睡觉的人 或者 他想家了 他头顶上的房间是家 有窗子 从窗子看出去 有圆圆的月亮 有彩色的星星 还有绿茸茸的柳树梢 下面的房子不是家 没窗子 有潮气 有死气 他坐在黑暗的一角 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冷得直哆嗦 他有家 他的家在远方 我们当然不知道在哪儿 也许警察都查不出来 可是 那个家 比这个地下室好不了多少 在他头顶上睡觉的人 身旁有香片 有加湿器 有酥软的女人 有好梦 那梦里 有圆满的月亮 彩色的星星 绿茸茸的柳树梢 他的身边 只有积水 气味难闻 还有几辆生冷的自行车 当我要迈进地下室的时候 那声音 好像又不在里面了 突然 我听见有人 在滴滴地问 谁 那声音不在地下室里 而是 在我背后 我回头一看 是保安J 他竟然出现在了入口处 他和我的中间 是长长的坡道 他很高 我很低 他的影子 长长的爬过来 他挡着 我出去的路 大风 吹着他的制服 抖抖的 我被抄了后路 沮丧地说 我 接着 我一步步地 朝人间爬去 我不知道 我的落地灯 是不是该对准他 又是你 啊 我听见有人哭 我也听见了 那可能是猫 不 不是猫 他迎着我 站在入口处 没有让开的意思 是猫 他硬邦邦地说 我仔细 辨别 辨别他的口音 这么多年 我四处漂泊 对口音很敏感 谁一说话 我就知道 他是哪里人 口音 除了地狱之分 还有行业之分 有一个艺人 他已经是满口地道的 歌星口音 但是 他跟我一张嘴 我就说 前些年啊 过去奇奇哈尔卖过刀子 他问 奇奇哈尔是什么地方啊 我说 是你老家呀 但是 我怎么也辨别不出 这个宝安J 是哪里人 他的普通话 很标准 简直跟广播员一样 每个人都有他的母语 广播员在生活中说话 也不是广播员 而这个人 把他的母语 打扫得一干二净 就像是拔掉了身体上所有的寒毛 一根都不剩 我的寒毛竖起来了 我妥协了 我说 可能是毛 我走到了 他的前面 我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停下了 我在想 假如他的脸突然流血 我就用落地灯砸他 可是 他让开了 我从他面前走过去 他说 睡吧 我一宿都在你家床下转悠 别怕 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回到家 我听见有孩子大声地哭 这次是儿子 我来到他的房间 轻轻地拍了他一会儿 他又睡了 我这时悟到 哭声 细和小 不一定就是孩子 其实 小孩哭起来很帅直 不遗余力 巴不得别人听见 而那莫名其妙的哭声 实际上 是在遮遮掩掩 声音细和小 那是压制的结果 这天 我在家里 电脑上敲稿子 太太去拍片了 她是瑞丽家居杂志的主编 我像爱蚊子一样爱她 红灯在窗外踢足球 她和我一样不喜欢足球 但是她跟我一样喜欢这个动作 狠狠地踢 比如踢别人的肚子 可总是没有人让我们踢肚子 实在没什么可踢 儿子就只好踢足球了 儿子的玩具 可以开一家小型玩具店了 可是她不稀罕 我听见儿子在窗外 狠狠踢足球的声音 那声音很像是皮带 抽打保安的肉 我在给一家报纸写专栏 我在电脑上写道 有两种人最好时时刻刻 都在你的视野里 否则就很危险 一个是你的敌人 一个是你的孩子 我停下来 听窗外的扑扑声 我接着又写道 你的父母看着你长大 他们最了解你的幼稚和薄弱之处 不停地劝告你 指导你 永远不放心 而你的同事 朋友 配偶 上司 下属 敌人 他们开始接触你的时候 你就是成年人了 他们都认为 你是成熟的 强大的 因此 他们只是默不作声地 与你较量 我构思了一针 又在电脑上随便敲出两个字 差别 但是接下来就写不出什么了 这时 我探头看了看窗外 差点昏了过去 儿子 不见了 他的球 在那里扔着 另一个小孩 正在他家的门前 踢足球 声音 是偷梁换柱的结果 我没有走门 直接从窗子 跳了出去 我急急地问那个孩子 刚才 在这里踢球的那个小孩 去哪了 那个孩子看了我一眼说 没看见呢 我傻了 我竟然还写文章 劝告别人 我的敌人 我的孩子 都不在我的视野里 我是怎么了 最安全的人 也许是最危险的人 请听恐怖小说 《这号楼保安》 作者周德东 由赵琳演播 第五集 天蓝的 像乡村一样 有几朵云 悠闲地挂在天上 一动不动 四周很静 只有那个小孩 在踢足球 这一切景象 和我的心绪 极不协调 我的天 轰隆隆地塌了 我大声地喊 红灯 红灯 可是 没有人回答 这号楼的白班保安 跑过来 问我 发生什么事了 哦 我的孩子不见了 男孩 哦 他几岁啊 穿什么衣服 三岁半 白T恤 画着小兔子图案 黑灯笼裤 那个保安 立即朝另一个方向 跑去了 他一边跑 一边用对讲机 喊着什么 我像受惊的兔子一样 朝前狂奔 嘴里喊着 红灯 红灯 我跑过小花园 跑过物业楼 跑过运动场 我一下站住了 我听见了 儿子的声音 可是 我看不见 他的身影 前面不远 是一片 茂盛的花扑 我疯了一样 扑过去 终于 看见了 我的儿子 这是多么 激动 人心的一幕啊 接着 我就看见了 那个保安 J 他正蹲在地上 和儿子说话 而且 他用手 抚摸着 儿子的脸蛋 保安J 看见了我 并没有什么反应 继续对儿子说 我没有 不骗你 然后 他站起了身 露出了 又黑又黄的牙 笑了笑 对我说 你这孩子真可爱 追着我要枪 然后 他就走了 我已经不会发怒 我见了儿子 全身 都瘫痪了 我抓住 儿子的手 久久 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阵子 我平静了一些 回头看了看 这里离我家 有五百米左右 我是绕路跑来的 其实 花浦旁的石板路 直通我家 我朝前看去 太悬了 这里 离王爷花园北大门 只有二十米左右 出了那个门 就是一人高的耗子地 我问儿子 谁带你到这里的 我的脸色可能太难看了 儿子快吓哭了 我 我自己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保安叔叔有枪 他说的 我看见了 在哪儿看见他 我踢球的时候 看见他走过去 手里拿着一支枪 还举了举让我看 然后呢 然后 他就朝这个方向走了 我就跟着他来了 他 看没看见你跟着他 看见了 他不停 刚才他要干什么 我追上了他 那枪 就像变戏法一样没了 他说 这个院子里没有手枪 然后 爸爸就来了 春天里 风很大 白天 天上飘着各种各样的风筝 蝴蝶 蜈蜈蚣 鲤鱼 魔幻一般 在天上游逛 不知道线 牵在谁的手里 晚上 黑夜里飘着哭声 像风筝一样遥远 我始终没有找到 是谁牵着他 那个不幸的邻居 终于没有找到他的孩子 我感觉 那个保安阶 正一步步朝我家走来 他越来越近了 他在寻找 从哪里进入我家 更合适 从窗子跳进来 从地下冒出来 从门缝钻进来 从下水道爬出来 我不知道 他到底要干什么 但是我知道 他要害我 我甚至怀疑 他是我哪辈子的仇人 我觉得 我家正被危险笼罩着 我变得胆战心惊 有一天 太太和儿子到王府井去了 天黑以后 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迷迷糊灯灯灯中 我感到有个东西 在想心事 他模模糊糊地望着我 思维在瑟瑟转动 哎 黑暗中 有个人 躺在沙发上 他就是那个 尖默的饮水机 我起身 去开电视 只要我看见那些 和我一样的追名逐利者 在花花绿绿的舞台上 上窜下跳 这个世界 就立即真实起来 那阴稀稀的感觉 就会立刻 落花流水 可是 电视打不开 我的心猛跳一下 赶紧去开灯 灯也打不开 我回头 看那个饮水机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房间里的光 很微弱 路灯被树挡住了 他的光流进来 像发丝一样细弱 刚刚显出 饮水机的暗影 但是 我看不清 他的表情 不对啊 我看见房盗门上的猫眼 有点亮 这说明 走廊里的灯亮着 这说明 没停电 这说明 只有我家黑了 电话 突然响起来 我认为 是太太 或者儿子 最近 儿子刚刚学会打电话 他时不时就给 正在蹲卫生间的 我打电话 详细地介绍 客厅里的情况 我抓起电话 听见里面传来了一个 陌生男人的声音 我身上 我身上突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的语速很慢 他说的几句话 我一句都听不懂 我判断 那应该不是外国话 但是 那更不是中国话 你说 那是什么话 关于口音 刚才 我好像吹牛了 我没有想到 能出这样的怪事 我压抑着恐惧问 你说什么 他停了一会儿 又慢吞吞地 说起了我那听不懂的话 我对他说 我 我听不懂 他又停了一会儿 又继续说 他的每句话中间 都要停一会儿 有一句话那么长 好像是声音传递太慢 或者是 他反应太慢 类似 半身不随患者 每次 我和他 互相不通的语言 都对接不上 他好像 在说梦话 好像 在自言自语 他的话 就像沙漠一样 缓缓地蔓延着 对于我 那些话 像沙子一样 毫无用处 却不可阻挡地 朝我的耳朵里流淌 我严密地聆听他 像从沙子里淘金一样 希望筛选出 哪怕一个 我懂的词 我甚至猜想 他是越南人 是宾之省 或者什么省的一个 小镇上的人 是带族 或者其他什么族的人 他打错了号码 竟然打到中国了 碰巧 打到我家了 可是 如果他打错了 那么 他早就应该挂了 而这个人 没有放下电话的意思 一直在 慢声慢语地说话 有时 好像还动了感情 深深地 叹了口气 我一字一顿地问 你是谁 你是哪里人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可是他不理我 依然跟我各说各的 我不说话了 我屏住呼吸 张大耳朵听 我想捕捉另外的声音 哪怕一点一滴 比如 他旁边有人说话 哪怕是福建话 或者印度话 比如 音乐声 哪怕是红河水 或者是 其他什么歌 比如 汽车声 或者驴叫声 比如 锅碗瓢盆的撞击声 比如 偷偷的笑声 比如 马桶冲水声 可是 什么杂音都没有 这古怪的声音 好像来自 黑暗 潮湿 死寂的坟墓 我终于把电话挂断了 接着 电 就像老鼠一样跑来了 那电话 再没有响 几天后 太太和儿子 又不在家 又停电了 接着 那电话又来了 还是那个男人 他说着 我听不懂的话 这次 我干脆 不说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